光复乡都市计划第四次通盘检讨成果 建政府针对15个变更案 15号上午在大全活动中心召开了变更成果公展说明会 包括了糖厂变更保存区 原为住宅区的香草厂变更机关用地 一例新建部落聚会所及因应消防对大楼基地完整性 变更公有地的范围是机关用地等 乡长林清水表示 在变更之后希望可以加速地方的建设发展 光复乡都市计划从109年起 公告征求意见及座谈会后 至今第四次通盘检讨成果 建政府与委托的顾问公司 针对了15个变更案 逐一说明并听取地主相关人员的意见 那这个部分 因为我看计划处里面没有说明到 关于保存区的不管 不管会一定是想说 或是不是可以在这边请教 刚刚提到说 我们在也参与了其他现实 针对岸场使用的方法上的一个分区 就是并同其他岸场 现实的一个参考方式 我们就是提出做保存区 除了原委以种工业区的光复 塘场变更保存区之外 另外配合下方队及香草场部落聚会 所兴建变更为机关用地 再加上依照现况划分 商业区 住宅区等等 乡长聆听水表示 几项变更划分 能够更加速地方的建设发展 也乐观其成 变更之后 更契合我们地方的发展的需要 有些像市场 还是学校用地 这方面来变更 更符合目前现况的使用方式 光复乡都市计划 在民国110年的期限届满 而这一次的通盘检讨 既以民国125年为计划目标年 县府召开说明会的同时 从3月3日到4月2号 在官网及大权活动中心 办理公开展览 而期间 民众若有任何疑议 可以书面诚情的方式提出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